各位同仁請就座 我們開會 上午市政總執行第一位由林英龍議員執行 時間是四分鐘 也祝林英龍早日健康 早日康復 好 開始 謝謝 謝謝我們副議長 今天做主席主持這個市政總執行 那我今天是車禍以來第一天來到議會 執行我做民意代表應該有的本分跟職責 那其實我10月21號車禍 這段時間受到很多我們好朋友的關心 那所有的市民朋友對我的體諒 讓我可以在這段時間修養自己的身體 讓我在開道過程當中 沒有得到大家的這個 沒有讓大家感到困擾 那也特別謝謝市長 在第一時間 我車禍第一時間就特別打電話 來跟我慰問 那其實我知道市長當時在國外 好 那但是市長還是非常的關心 我的這個受傷的狀況 同時我也謝謝市長這12年來 對我的栽培 關心 照顧跟提息 其實我從這12年當議員三任 市長給我非常多的這個指導 那我在這當中學習很多 所以我想市長是我們高雄的大家長 未來也是我們永遠的大家長 這12年的貢獻對高雄 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那這段時間市長真的辛苦了 我知道每逢到選舉的這個期間 都會有非常多的壓力 那尤其在我們的施政過程當中 我們要對市民交代 也要對很多人交代 所以我也希望市長 跟我們市府團隊繼續加油 我相信高雄市 在陳菊市長的領軍之下 我們未來的高雄一定是更好的 那也會讓高雄市民 對高雄市充滿了更多的希望 那在這裡我要謝謝鄉親們 提諒我 在這段時間沒有辦法親自為大家服務 但是我一定要親自來到議會 做我的施政總質詢 進到我民意代表的監督的責任 所以在這裡 我就開始進行我的施政總質詢 那我要講的是說 當我受傷的時候 我才知道原來坐輪椅的人 是非常辛苦的 那我才能夠深深的體會到 作為一個身心障礙者 他們在和一般的人 生活當中的不一樣 那希望一個友善的環境 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我今天要告訴我們市府團隊 我們還有很多要努力做的地方 在我現在提出來的這張照片 你大家可以看到 這就是我們一般在路上看到的人行道 其實我要講說它處處是障礙 其實大家也可以深深的了解到 當你每天在路上走的時候 我們這個人行道上會有很多的 你預想不到的便電箱 汽車 機車 盆栽等等 或者是旗子 消防栓 那所以你說身心障礙者 如果今天不方便走路的人 坐輪椅的人 其實光是要從這樣一個 一整排的機車上來 從馬路上要上來到人行道都有困難 那更何況有這麼多的障礙物 這是台灣每一個城市裡頭 幾乎都有的現象 我們高雄市也是這樣 那尤其我們高雄市機車量又特多 所以我們幾乎人行道呢 都是排滿了機車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就請我的助理呢 特別去拍了 我們的人行道呢 其實跟道路的邊緣 都是做槌子的 那這槌子的落差公分數是20公分 每一個人行道跟馬路的落差都是20公分 那所以呢我今天為什麼要講這樣 是因為 如果我今天推著輪椅要上來 其實是有困難的 沒有人有辦法去協助我的時候 我沒辦法自己推著輪椅上這個人行道 除非有斜坡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的人行道轉角垂直邊緣幾乎都是 那你有斜坡的地方都是一小塊而已 所以我們如果今天一個身心障礙者 他要坐著輪椅到某一個店家 也許他要繞很遠才能夠上到那個斜坡道 或甚至也沒斜坡道讓他走 各位可以看到都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可是我要讓各位看 我們常去日本 大家也常說日本的人行道做得很好 確實人家是做這樣子的 他們對無障礙的優質環境呢 營造的就是如此好 所以你看到他其實斜坡是很低的 甚至於他是順著馬路的 那這個也是 可以讓有輪椅的人或是身心障礙者 其實他不需要去特別的 經過那樣一個高度 可以順著上來 然後可以看到日本的 平順無障礙的優質人行道 幾乎大家都常去日本就會感受到 那你看從馬路過來的時候 他整個前面是大幅度的 整個是順斜坡的 那跟我們都是垂直的20公分是不一樣 所以我要講說 人行道無障礙空間的檢視跟改善 其實我們怎麼營造人行道的無障礙環境 很重要我們的斜坡的瞬接 我覺得未來我們在鋪設人行道的時候 可能需要去做這樣的一個思考 所以我知道呢 我們的相關規定 裡頭就是說如果你是店家 前面是醫院診所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特定的商家呢 可以申請做斜坡道 可是那個斜坡道通常都是窄窄的一塊 否則公務局是不會準的 那所以我覺得未來市政府應該率先 在做人行道的時候 就把這個人行道跟道路銜接的 垂直20公分的部分呢 能夠做比較大幅度的是斜坡式的 那當然這個可能在人行道的設計上 你這個退縮的空間要去算 那怎麼樣讓它順斜坡 那這樣子身心障礙者其實做輪椅的時候呢 在任何一個地方想要上來 其實就會方便很多 當然我們相關規定同時也在設限說 你做了順斜坡之後呢 可能更多的機車啊 或腳踏車呢 可能或者是更多的一些汽車呢 可能會把它違規停放去堵住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取締跟規定 嚴格執行的問題 那我們身心障礙者其實常埋怨的就是說 你們為了防堵一些汽機車違規 進入到公園或進入到人行道呢 而去設定了這些門檻 可是相對的它也阻礙了友善空間 那包括像水溝的這個格柵的縫隙 也不能做太寬 那個輪椅真的會卡住 那當然我看我們的地下水孔 目前的格柵都還好 但是有些部分呢 其實可能突起或者是 不是那麼完善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要改善 這是要給所有用路人 公平友善的通行空間的同時 去考慮到身心障礙者 那我真的是覺得 我今天如果是一個身心障礙者 我期待的政府給我的友善環境 其實並不難 可是是怎麼樣去做到 讓我們感受到方便 我覺得方便是很重要 那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公務局 我請公務局 因為趙局長今天請假 那那個公務局誰代表 就這個部分做一個答覆 公務局長請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李妍 這個人心道的整坪呢 我想在高雄市政府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實證的方向 在目前呢 我們內政府來高雄市考評 像剛才林議員所提到的 公園的路障 或者是人行道路障 基本上我們新設 或者是在召見的時候 我們都把它取消 那高低差的部分 基本上呢 因為在目前的道路設置的規定裡面 是有的 但是林議員剛才也提到呢 像我們的醫院 或者是有一些需要行動不便進出的地方 我們是有開放這個斜坡道的進出 那剛剛林議員所提到的 在街角的部分呢 這部分我們會來加強 把它順平的做得更好 那另外呢 斜坡道的開口的方式 我們也會參考日本方式呢 我們來做一些檢討改善 以上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人行道 好像有編列經費 在做一些人行道的重鋪 那你們在人行道重鋪的計畫裡頭 假設編列這一整條路 比方說我的華夏路 左營區華夏路 前一陣子是有做整條的人行道重鋪 那我是覺得你們未來在設計上 能不能把這個斜坡的部分呢 多做一些相關的設計 好 這個跟林議員報告 整個華夏路 我們是除了事務的預算之外 我們也爭取到前章計畫 所以整段我們會整個失色 那人行道的部分 當然如果前期的部分 需要我們有些地方再加強 或者是改善的部分呢 我想我們會請仰光出來 其實我講的是設計 再檢討一下 就是說你的設計 一開始你的設計 就已經要把這些斜坡設計進來了 我的意思是這樣 這個部分是都有做 尤其像我們最近完成了 這個成功路 那華夏路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目前 養工處所做的斜坡道 或者是無障礙的設施呢 都有寄取一樣的經驗來去做改善 副長 因為我覺得你的回答 還是會讓我覺得 就是你還是照原來的方式模式在做嘛 來那個養工處處長 請你答覆 來 處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林議員提到你的問題很深入 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在人行道在做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會去做商家調查 對 那商家調查 如果說今天這個商家都沒有特殊需求的情況下 我們會在一段距離就會設一個斜坡道 對 尤其是有斑馬線穿越 那個是一定中間如果也有斑馬線穿越 或是接腳轉腳的地方 那第二個如果這個商家裡面 我們發現他有車庫 或是有一些車輛的盤賣 所以他要申請才有 他如果沒申請你們就沒有做 對不對 沒有 我們會去做商家調查的時候 我們就跟他講說 我們這個人行道要做改造了 那你因為商家有時候會變 他行業比他可能以前 他不是這個行業 他現在有 如果現在有我們會跟商家談說 這個部分我們要做 那商家他說 那你有些現況就失色了 像剛才林一元的照片就 有一些商家他也不願意申請 他就自己就失色一個斜坡道 那我們在改造的時候 我們就去跟他談說 這個失色我們要打掉 因為這是你自己設 那我們現在要改造 你如果有需要 你是什麼行業你拿證明 我們會有申請表格 我們會主動跟他談說 我知道 處長 這個因為我們常常接受這種服務陳情 所以我們也常跟你們溝通這些情形 那所以你講這個我明白 就是說商家們主動來申請 然後你們去審核之後去做 我現在的意思是說 我們不要等商家主動來申請 是我們市府在施作人行道的時候要主動去設計 規劃 把這個斜坡道做比較友善的方式 讓身心障礙者隨時都可以透過斜坡道上來 所以我意思是說你這一條人行道 假設你要重鋪或者是重新設計的時候 你就要主動去規劃設計哪些地方是要做斜坡的 除了你講的一些固定的規定就是馬路的十字路口 但是一般商家的前面假設他沒有申請 你們一般也不會主動去做斜坡 我的意思是說市政府要主動的去規範設計好 我們的人行道的斜坡在哪些部分是應該要做的 讓他可以讓身心障礙者更方便使用 我的意思是這樣 是 謝謝林議員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都有一段人行道 中間一定會有斜坡道 剛才林議員在講更深入的就是說 希望能夠在可能就是長度不要太長 就有斜坡道可以讓身心障礙者 他如果不要走太久 不要說走太長 這我們會看現況 因為有時候現況的交通狀況 你要讓身心障礙者下車的地點 他下車的地點 我的意思是說其實你一整個人行道 你本來就要去設計哪些地方 是可以讓身心障礙者上來的 不是說今天有申請你才去做 或者說你要跳過停車格 跳過哪些這個是當然必然的 那我意思說你一條人行道上面 哪些必要的斜坡一定要做的 這是應該政府主動去規範跟設計好的 不是讓商家或者是店家的需求 或說民眾的需求來申請你才去設的 我覺得民眾申請需求 那個是額外另外特別處理的 人行道的設計跟主動權 本來就應該在市政府 我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你們的設計規範 以及你們未來規劃人行道的一個 一個相關的一個設計圖 我覺得那都應該要做調整 我覺得應該要做調整 對 那個您也剛才講到一個重點 我們如果學不到就可以 我們也可以檢討設比較多一點 那未來可能就是有關機車 因為我們高雄市的狀況 所以我說你們都是用乙式設人 你們就會怕機車停上來 怕什麼停上來 可是你相對在阻礙身心障礙者 在使用的這個方便性 所以我剛才說這個是你怎麼去執法的問題 但是你的身心障礙者 總不能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就要被阻礙 對 我會在家裡見長 所以我覺得這是兩個層面 一個是執行執法的問題 一個是我們友善空間要先做好的問題 好 處長你請坐 我想這個身心障礙友善空間的通行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再進步 這個是我今天第一個相關的議題 那第二個我想空氣品質真的越來越不好 我們昨天的新聞幾乎全部都是高雄的地標 85大樓消失不見了 那高雄的空氣品質AQI的監測 昨天八個站全部都是達到150以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是中央社 昨天新聞裡頭的一個照片 我們的85大樓呢 本來是在這個地方 現在看到的就是烏霈滿就看不到 就幾乎消失不見了就在這裡 那所以呢空氣品質這麼不好 大概呢有幾個原因啦 那市政府其實在這部分呢 也採取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政策 我想冬季高雄抗空屋 大眾運輸免費三個月 那當然就是說這三個月裡頭 我們公車捷運啊 客運輕軌等等大眾運輸系統 幾乎都是免費的 就是鼓勵大家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去減少CO2的排放 那我覺得這個政策非常好 因為尤其冬天呢我們這個 從境外移過來的污染源呢 尤其是中國這邊 會造成我們的霧霾會更嚴重 那冬天呢又擴散不易 因為氣候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這三個月裡頭呢 要看空污 確實要做比較多的一些努力 那我們鼓勵大家搭大眾運輸系統呢 其實也是一個好方法 不過我們要更深層的來看一下 當然這個部分市政府做的這個文宣 就很快的告訴民眾說 我們為什麼這三個月要免費做大眾運輸 因為我們的空污65%來自境外 那35%是我們本地的污染源 那本地污染源裡頭工廠就佔了38% 那麼車輛的部分呢 就是移動污染源呢 佔了也38% 所以我們認為說 現在要解決在地的污染源的空污呢 當然要從固定污染源 跟移動式污染源這兩個38%先去著手 那就是說除了在冬天 我們去鼓勵大家免費搭乘大眾運輸 除了減少碳排放之外呢 我們對於污染源的這個部分呢 也必須要做有效的管控 所以呢 大家看一下機車量呢 高雄市真的是非常多 如果從106年9月底的這個排行來看 新北市218萬輛 高雄市200萬輛 高雄市是全國第二大的這個機車量最多的 所以高雄市呢 在機車的這個碳排放量呢 所產生的污染也是相當的高 因此呢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就是高污染的 二行程機車的泰換 那我們知道現在是有補助 環保署跟環保局呢 都有各自的對等補助 那目前高污染的二行程機車 根據市政府提供給我的資料 21萬輛 21萬輛 那如果說我們環保署跟環保局 給的這個補助泰換金每一部 目前大概是1萬2 大概是1萬2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要講說 我們大眾運輸免費搭乘三個月 根據市府的這個經費來源是 空污基金2.1億 那如果說我們來換算 你剛剛補助大概1萬左右 那2.1億可以補助2萬兩 當然我不知道未來空污基金 在這個部分的運用上 能不能去加速泰換二行程機車這個部分 不過我比較希望是 能夠趕快加速泰換 那所以我如果說 用這樣三個月2億來算 可以補助2萬兩 那你知道減少2萬台這個 二行程機車的污染 這個也是非常好 所以我們如果要加速泰換的話 21萬兩總共花31億 31億5千萬 可以去把這樣的一個高污染的二行程機車 全部泰換掉 那我覺得在減少移動污染源方面 會有很大的成效 不過後來我看了這個市府給我的數據 我們如果要把所有的燃油機車 全部換成電動機車 需要300億 這300億就很驚人 那如果要換一半呢 也要150億 這經費真的太龐大 所以如果要全面的更換為 這個電動機車 確實目前市府的財政上 負擔會比較辛苦有困難 所以我比較強調是說 我們除了鼓勵 免費搭乘大眾運輸來做減碳之外 我覺得我們優先第一要務 是趕快泰換高污染的二行程機車 這21萬輛趕快把它換掉 因為它花的經費大概是30億5000萬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優先來做 這個是我認為說 在減少空污方面 我們可以優先努力的一個部分 那再來呢 固定污染源跟移動污染源的這個減碳上 其實傳統的我們會覺得說 把高污染的換掉 可是同時我覺得我們將來要走向 比較創新跟循環經濟的 開發啦 包括我舉一個例子 大陵火力發電廠 他們曾經有個案例 就是把煙囪排放的CO2 做固碳技術來養藍藻 那這個在大陵火力發電廠 大概做了10年 當然這個案例呢 目前好像有點停擺 可能它有遇到一些 相關經費上或者是 政策上的一些支持 那但是我認為說 只要有好的技術 去把這樣的一個碳排放的收集 或者是去做相關的處理的創新技術 我們市政府都應該要盡量的去尋找開發 這樣的一個創新技術 去減少我們的CO2的排放 那像台積電呢 它在肺硫酸的活化在利用上 也已經開始在做了 所以台積電呢 像我們陸族科學園區 現在有滑邦電 那跟台積電一樣都會產生這些肺硫酸 那它這些肺硫酸呢 其實也會造成一些相關的污染 那它就用化工的處理呢 把它變成工業用的鞍水 這種都是屬於循環經濟的一個處理模式 它不見得是一個空污 但是也可能是經濟循環在利用裡頭的 所以我說未來我們中油後進廠區已經簽廠 那我們的污染廠子 中油的污染廠子應該要轉型做科技循環的一個經濟園區 把這些循環經濟放在這裡 那把一些污染的這個部分 能夠做一個有效的一個管控 那未來呢不管是在廢物在利用 以及在整個CO2的排放上 我覺得都可以透過這個廠子 做為好好的一個創新開發的園區 這個是我期待後進中油污染廠子 將來可以發揮這樣的功能 這是我希望市府未來能夠朝這個方向來努力的 那再來我要提的是說 我們的創新跟循環經濟的一個前提之下呢 固定污染源的空污減量還是要做 剛剛我提到移動污染源裡頭 那個二行程機車要趕快汰換 那我認為高雄市還有固定污染源也 剛剛提到38% 那像新達發電廠 它的污染源其實也很高 它是所有的發電廠裡頭排放這個 PM2.5的這個量是最高的 那因為昨天市長也特別針對新達發電廠 希望能夠提早除疫 那後來我看很多的這個相關的民意代表 也都在呼應市長的這樣的一個要求 那當然新達電廠對於市長說 要提早除疫有困難 可是呢其實我們行政院長賴清德賴院長 也特別支持說對於我們地方 採取這個比較高標準的這個措施呢 是肯定的是支持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特別去針對新達發電廠 要求他提早除疫 我想市長也很了解 所以我這裡也跟您眾來說明 其實新達電廠它的栗狀物排放出來 是我們高雄市列管的固定污染源 排放總量的19% 那流氧化物呢 是佔了高雄市列管固定污染源 排放的總量的38% 那它排放的氮氧化物呢 也是高雄市列管固定污染源 排放的總量的31% 所以確實它的排放量造成的污染是很高 那這個都是2成到4成這樣一個排放量 所以我們對於新達電廠的要求 這個是必然的 這是必然的 因此呢 我們要肯定環保局 在這個要求新達電廠 在明年3月要減少2成的用煤量 那我不知道新達電廠能不能落實做得到 不過我覺得是必須要給予這樣的一個要求跟壓力 否則大家都覺得說在用電的前提之下 那對於這個燃煤的部分呢 就會比較無所約束 那所以環保局要求說減少2成的用煤量 我希望環保局能夠再更實質地去做監督跟管控 那當然新達電廠1到2號的燃煤機組的除役 我想經濟部規劃是2023年 那這個當然太久了 所以市長昨天也特別出來喊話說 希望能夠提前來除役 那新達電廠總共有四個機組 都是燃煤的 1到4號都是燃煤的 那我們希望說不僅是1號跟2號 3號跟4號四個機組都可以提前來除役 那這個規劃時程當然要配合未來整個用電量 還有我們整個未來的機組汰換 的一個相關的時程 那當然這個是中央跟地方如何去配合 那我們地方可以要求的 就是希望你在改善這個空屋的前提之下呢 去做到提前除役 那在還沒有提前除役之前呢 我覺得降載很重要 所以環保署呢 李應元署長其實已經有發布一個新聞 就是這個降載的部分呢 要配合我們空氣品質AQI的一個程度 如果今天空氣品質不好 那你這個今天在燃煤的時候呢 必須做適度的降載 那我覺得環保署有這樣的一個指示下來 將來我們高雄市環保局在這個部分呢 可以多多的要求新達電廠 針對這樣的一個AQI空氣品質的一個程度呢 那在尤其像冬天我們這三個月呢 是可能比較嚴重的一個這個霧霾的狀態下呢 它的降載的幅度呢 以及降載的這個彈性就要更大一點 那再來就是說把這個燃煤的部分 改換成天然氣的發電 也是未來必然的趨勢 那因為我們永安天然氣接收站呢 是跟這個星達電廠是最近的 所以當然很多民意代表都已經希望說 趕快把星達電廠從燃煤改換成天然氣的 這樣一個機組來做發電 我想這個對於改善未來固定污染源的這個CO2 PN2.5的這個改善是有很大的一個改變 那這個部分我希望環保局能夠加緊腳步 做好這個相關的監督跟要求 也希望市府跟中央呢 在這個部分繼續努力 那當然彈星達電廠之外呢 我認為中油也是 鍋爐的部分產生的這個碳排放也是不小 所以像高中油設置的鍋爐過於老舊 二十幾年的幾乎都是 好像只有一個鍋爐是新的五年 其他都是二三十年 那所以它排放的PM2.5 每一個老舊鍋爐 它這個是要申請核殼 那如果申請核殼 假設以他們現在算出來 是一個鍋爐大概3.7公噸的這樣一個排放核殼 可是它燃燒的時候卻會變成7.812公噸 每一年會超過4.112公噸左右 這是從一個鍋爐二十幾年的鍋爐來算 就是大概會超過超標了 而且是超標一倍 那所以你知道空污的嚴重懸浮為例的這個PM2.5 讓高雄已經跟雲林是並列全國第一 我們是PM2.5最嚴重的全國雲林跟我們 所以這個中油的老舊鍋爐的太換 也應該要提前 那根據中油的說法是他們要40年才要太換 那這個太久了 太久了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在固定污染源的部分 我們空污減量的部分不僅是星達電廠包括中油 這些國營事業要率先的 率先去做到空污的這樣的一個減量的一個標準 所以我今天特別提到說賴魁 賴清德院長支持地方嚴厲的措施這一點 顯然中央也是對我們地方所要求的百分之百的支持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得到 現在全台灣燃煤的部分在發電量裡頭是佔百分之四十六 那未來我們要走向非核家園 所以我們的再生能源大概會到百分之二十 這是在蔡英文總統所立下的一個目標 那燃煤的部分要轉換 轉換的話我們要提高天然氣的這個發電佔比之外 包括現有的燃煤機組 現在有一些是改成超超臨界機組 那超超臨界機組它比較接近天然氣的這樣一個狀態 所以它的碳排放會比較少 所以我們希望說像星達電廠之類的 是屬於燃煤的部分呢 希望他們趕快在還沒有完成天然氣的發展之前 要先換成超超臨界機組 那再來最重要的移動污染源的改善呢 就是要全面推動電動機車電動汽車 我們高雄市現在公車電動公車大概有26輛 這個比例其實不是很高 但是我們希望說未來盡量的在經費的許可下 我知道這個需要中央的補助 能夠多多的推廣電動公車 我們的公車其實每一輛這輛的路途都很高 那如果電動公車能夠多多的這個推廣 將來在碳排放移動污染源的部分 我覺得也會大幅減少 這個是針對這個空污的部分 好 那我請這個環保局 對於我剛剛所提的有關空污減量的部分 能夠做一個減要的答覆 因為時間有限 謝謝 來 機長請說明 好 謝謝 謝謝副議長 謝謝林議員這邊的一個指導 那議員這邊提到的相關的其實空污的這一個 包含房子或者是一些類似調適的這部分 其實陳如剛剛議員所提到的非常的正確 空污的房子必須多元化 各種層面可以做的 每個層面都要做 那邊減一點這邊減一點 那其實整個空氣品質才有可能整個降下來 那剛剛提到的二行程的機車這個部分 其實環保局跟中央環保署這邊 每年都在持續的在推動 在推動這個二行程機車的整個汰換 我們今年特別提高這個金額 明年也是會持續的來提高這個金額來 加強這個二行程機車的汰換 我們現在21萬部大概使用中的剩下大概10萬部 因為其他的一半我們的說法叫死車啦 有車級沒有車 車體 車都沒了 所以大概使用的大概10萬部 我們預計應該最慢108年前會全部整個汰換掉 108年 另外剛剛新拿電廠其實降載跟相關的部分 其實跟議員報告 為什麼我們特別要新拿電廠這邊要減煤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新拿電廠的位置剛好在我們高雄市的一個上風處 冬天的上風處 所以相對對人對我們環境的影響是相對比較大的 所以這個部分是一個很重要的思考的原因 降載的部分在今年1月2月 那個今年的那個年初的時候 以及這個季節都已經持續在做 到現在都已經降載了20幾次 20幾次每次大概都是12個小時到24小時的這個時間 所以這部分其實不只新拿電廠 包含我們高雄市的其他用煤的氣電共生廠 我們都要求它降載或者是說要求它加要降低整個一個空氣的排放量 局長我可以問一下 因為他們對於供電的部分都會認為說 我們這樣要求會影響到供電的穩定性 有這樣的疑慮嗎 跟議員報告 我們這樣子要求是其實這是合理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求是10月到隔年的3月 對於供電相對來講 台電它是供電壓力是比較小的 不像夏天這樣子 那它的燃煤減少了 它可以從燃氣 不見得從新拿電廠的本身其他五個機組的燃氣 它也可以從全國的這個其他的電廠的燃氣去做調度 因為引起規約電力是整個串在一起的 所以在供電的穩定度上是不會影響的 對這個其實我們有考量過 我們也有考量過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限制它各種的空氣品質比較差 是在冬天春天這個季節 所以限制它10月到3月這段期間 所以供電的部分我們沒有 我們也是有思考到這個問題 是 好 局長謝謝您請坐 那我想請市長就這個空屋檢量部分 可以表達一下您對這件事情的立場跟看法 市長請打呼 謝謝副議長 謝謝林議員 那高雄市大概每年的冬天 與其是最近幾年越來越嚴重 所以大家也是關懷度越來越高 那當然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第一個就是剛剛林議員所知道 我們就是今天開始12月以後 那高雄市的大眾運輸 除了捷運是在尖峰時期 這個階段免費 其他的大眾運輸我們都一例免費 那這個部分就是鼓勵我們所有的市民朋友 能夠達成大眾運輸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我們高雄市 那上一次當我們最近會跟那個賴院長 他會到高雄來巡查 那我們會有一個方案 這個方案就是上一次林全院長還在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 是不是你中央能夠給我們大概10億 20億對二行程機車 是不是如果你每一次都是只是淘汰一部分 這樣說不定沒有看到他一些成效 那面對高雄的空氣污染這麼嚴重 那是不是中央在這個部分 如果能夠給我們10億20億 我們在二行程機車的部分 一下子能夠鼓勵我們的市民來汰換 這個我想這個方案我們會再提起 那另外我想我們大概高雄市的固定污染源 不管是台電中油石化產業等等 這個部分我們大概環保局都有一些加鹽的政策 所以我想面對今天高雄市的空氣污染這麼嚴重 那我覺得我們市府的團隊應該面對這個問題 採取多嚴多管齊下來解決 當然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外來的這些污染源這麼嚴重 但至少從高雄自己在地的污染源的部分 那我們在這個部分我們會努力來減少 謝謝 好 謝謝市長的用心跟努力 那我希望未來中央也可以更加的大力支持 我們高雄市對於空污改善的計畫 那接下來我要來請大家看一個影片 這個是富民長青育兒中心老幼融合的首例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方案 這個可以播放一下嗎 阿公阿嬤和小朋友在台上一起扭動身體 帶來歡樂和溫馨的氣氛 一起慶祝富民育兒資源中心開幕 由亞雷慈善會經營管理的富民長青中心裡 未來不只是長輩的學習天堂 更充滿小朋友幼小身影和同志的歡小身 我們也會利用二樓的空間 會來規劃更多的活動跟課程 希望我們能夠滿足每一位 歷零道本中心的長輩們 未來我們更會結合二樓育兒資源中心 我們會共同來創造不同世代的共同願景 富民育兒資源中心就設在富民長青中心的二樓 委託進軍文教基金會經營管理 提供優質的育兒資源和活動空間 減輕家長育兒壓力 未來也將規劃在一間融合活動 好 大家有看到這個富民長青增設的育兒中心 老幼融合是我們熟利 那我要談老幼融合共學 其實老幼融合共學 就是老無老以及人之老 幼無幼以及人之幼裡頭 把資源整合 然後把功能發揮到最大 也讓年長的長輩們和幼兒們 共同的在這個學習當中 不僅讓長輩們更年輕 而且更健康 也讓我們的孩子有長輩的照顧 不會感到這個孤單 也減輕這個育兒的一個壓力 那所以呢 我在這裡也特別的要講到 有關老幼融合共學的方案 應該要大力的再多多推廣 那我們看106年 社會局所編列的預算裡頭 老人福利業務預算 大概已經高達61.69億 那這61.69億呢 佔我們社會局總預算的35.5% 所以我們知道呢 我們對於銀法族 以及對於老人福利業務的 這個琢磨跟用心 其實支出真的是相當的大 那在107年了 老人福利業務的總預算又增加了 要68.94億 會這樣佔這個社會局明年的總預算的40% 那所以我覺得啊 我們既然在老人福利業務裡頭 有這麼高的一個預算可以運用 是不是我們把這個幼兒的部分 幼兒的部分也放進來結合 那我覺得一減二個啦 一減二個 所以一筆預算呢 也許你就可以發揮到雙層的效果 那我們有35到40%的老人福利預算 那未來我們在老幼共學的部分呢 就把幼托融合進來 然後增設育兒中心 那增加育兒的功能 那當然這個設計上 我覺得手力是一個 就是說它是主要是讓孩子可以在這裡 有一些被照顧跟被這個 托育的一個空間之外呢 我覺得為了我們在發展所謂的 幼托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試著再利用這樣的空間去做結合 我覺得是很好的 那所以我想問社會局的是說 對於老幼融合共學的計畫 你們將來如何去做大力的推廣 那這個部分你們現在有準備編列 怎麼樣的預算來處理 來 局長請回覆一下 來 局長請答案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的關心 的確代金融合的方向 是我們現在希望在高雄 可以廣步推動的 那我們現在也在盤整相關的 所謂的低度運營的空間 然後我們也跟中央申請 潛戰計畫在各不同的社區裡面 把我們可以活用的這些空間 再把它補強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空間不只是老 甚至包括新住民甚至包括身心障礙者 那我們現在也在推我們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所謂的長照ABC之外 我們也希望這些據點不但針對老人 因為現在中央跟地方對於老人 就像議員你有看到的 老人福利的預算真的是一直在增加 中央的補助也比較多 所以我們也希望善用這個補助 所以讓他不但是可以照顧長輩 找到了這個場地整修完之後 可以照顧除了長輩以外的其他社區的居民 因為畢竟要在社區裡面找到可以運用的場地 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場地好了之後 不但老人可以用 身障朋友可以用 小朋友育兒社區的公共家園 說明我們也是可以在這個地方來做運用 甚至新住民或是甚至食物銀行 我們都可以活用社區的這些點 他讓大家在就近的場地裡面 不用跑太遠 就可以獲得更多的社會福利的 這樣子的一個直接服務 所以我想議員你說的方向 也是我們現在在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想知道你們現在具體計畫 推動上除了這個首例之外 目前還有嗎 我們現在是爭取我們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那我們現在是跟中央爭取了七個點 那我們前瞻計畫裡面它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針對長照的 一個是針對育兒的 這兩塊我們都有去跟中央爭取 所以這兩塊總共爭取下來也都是上億的 那現在都還在審核當中 所以未來高雄市除了長青中心之外 會有多少個據點會是老幼共學呢 老幼融合呢 我們現在目前都還是先個別功能的 但是我們再來有至少在一個點 有一個點是會做一棟裡面有老人 在哪一個點 應該是 我看一下 好 局長你再提供給我 你再把資料給我 因為我們現在有好幾個點子在評估 好 我希望說老幼融合這個部分 包括你剛剛提到的就是社區據點 能夠有更多的像新住民身心障礙者 或需要被照顧者都能夠在這樣一個中心裡 或社區站關懷站裡頭被充分的結合跟利用 我覺得這樣的預算的這個發揮效果才